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明君 今天是六月十七号农历四月三十 星期六 新闻首先来看到慈祭海外足迹 美国纽约曼哈顿慈祭大爱人文中心 举办国际难民援助特展 土耳其慈祭志工胡光中跨海来分享 另外也寻回美东演讲 第一站来到波士顿 跨越八千多公里 胡光中与美东地区 分享在土耳其做慈祭的点滴 身为穆斯林信仰与行善并行 这一趟行程也与纽约贵阁教会宗教领袖交流 投入慈祭二十余年 他推动成立满纳海学校 让叙利亚难民孩童圆梦 我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就是 三十年后 这群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 到美国这边来表达感恩 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之间 他们支持满纳海学校 还有在地震之后 支持这个土耳其的地震 做了很多的事情 很感谢慈祭为土耳其的灾区和难民做出了一些贡献 那么我也很荣幸 在这次参与了一点点的绵薄之力 期待启发更多爱的力量 让援助范围更广 大爱新闻陈云提 刘嘉天 邱品豪五月端美国报导 广邀天下善事 慈祭菲律宾分会从二零零五年开始 端午节前都会发起诉讼义脉 左邻右舍 大家欢喜不舒 糯米加上米豆翻炒 同时备料洗粽液 大家分工合作 端午节将近 慈祭菲律宾分会的厨房 为义脉诉讼而忙碌 爱新种的这个姻缘机 每个人的爱新 给我们菲律宾的这个助学生 给他们一个安心的就学的款项 由我们乡机社区的志工来配合 诉讼义脉开始后 王茴香19年来都来复苏 活动将持续两周 万众一心 推诉也装满众人的爱 大爱新闻哈罗德 珍妮尔菲律宾报导 台北驻大阪金文树 去年邀请慈祭志工一同 探视一名台籍妇人 她罹患脑癌 日益先生也中风 女儿陈倩瑜 希望接母亲回台湾照顾 和继父闹得不愉快 在志工的鼓励下 她第一次开口谢谢继父 让继父感动落泪 化解误会 母亲和继父两个月内相继往生 志工助念 协助后世 甚至陪伴整理遗物 给她最大的精神依靠 而她也许愿加入慈祭 把爱传出去 对啊 妈妈好漂亮 大阪资继志工陪伴 陈倩瑜走进母亲最后住的地方 母亲与日本裔的继父 两个月内相继病逝 她从台湾过来整理遗物 发现到处都是母亲对家人的爱 这套衣服 是我小时候的第一套套装 怎么还会在这 天啊 这是我们家宝宝的玩具 断舍离过程也是对母亲最后的告别 整理妈妈的遗物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好像跟妈妈也在无形当中在对话 到最后我握着我妈妈的手 然后她走的时候 然后我后来都觉得说 我妈她喜欢这么多东西 可是走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 她有带走你的温馨 母亲的往生体悟无常 身为空服员的她 也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志工协助处理母亲后事 参加告别式 陪伴火化 前谷 一个多月后 继父往生 祝念送上祝福 曾经与继父不愉快 及时化解 没有留下遗憾 她也许下了一个心愿 等到我想还大一点 我一定要也加入持继行列 一起来做爱心 大爱新闻真摔美志工 叶文凯 王孟专 陈敬慧 日本报道 2023年慈激海外培训委员 慈神精神严席营 今天是第三天课程 即将受证的志工当中 有不少夫妻党 带您认识马来西亚 玻璃市的谢翠燕与李全林 因为小儿子参加人文班 跟着走进了持继大家庭 而先生也改变了脾气 我小儿子一年记手 然后玻璃市的师姐 就去学校要人文班 小学人文班 然后我就带他去人文班 然后开始接触这个持继 一个人文班 想不到就此开启了 夫妻俩的行善之路 你姐每次都是会这样子 发过去 对 我们就借力拿出去 住家仓库 回收物堆得满满满 这还不够 每个月都是这样来 来这边花宝站 玻璃市港口 我们三个地方都在做 累 累是累 可是好像很开心 好像满足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帮洗肾东西 因为我 我讲 我心前我没有能力 谁知道作者作者 当初没说出来的隐藏版心愿 突然实现了 以前我孩子很胖我的 现在还可以谈谈 他能够做笑 我之前拉他进来 就是为了要改变他的脾气 差不多四五年 五年时间这样了 我就约我师姐去受证 反而最后是你约师姐 对 约定好一起受证 但平时修理机车维生 小本生意有点挑战 我们的生意是 这个月做这个月的开销的 我讲能吗 因为两个人来费又很大 他讲不要紧了 我们先报名先 等大了三年 已经开心了 终于实现了 虔诚的心声 脚踏实地的努力 终于赚到机票费用 如愿以偿 带一辞文稍字节天志钟 花莲报道 地瓜是南投竹山的名产 此季竹山进司堂 有一个地瓜美食团队 长期制作地瓜包 地瓜原意卖 而带领团队的志工 简宝玉 过去经营特产店 退休后 从前合作的地瓜供应商 知道他在做慈祭 每年免被提供 五千个地瓜一起行善 厨房里志工排成两列 这一头做地瓜包 那一头搓地瓜原 团队灵魂人物是他 76岁慈祭志工 简宝玉 削皮切块 简宝玉忙进忙出 没有一刻休息 过去在竹山卖特产 丈夫往生后 简宝玉投入慈祭 从前的供应商 每年送五千斤地瓜 一起做善事 有食材也要有人力 简宝玉只要一封简讯 大家就自动集合 真好的地瓜包 金黄外皮丰富内馅 令人食指大动 天然色彩的地瓜园 煮甜煮咸都很美味 竹山靖寺堂的地瓜包 地瓜园广受欢迎 订单不断 参与爱心意卖 往往一扫而空 发挥良能做工艺 地瓜飘香 爱心远播 大爱新闻张国段 欧阳光辉南投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 这几天影响 台湾的滋流风面 来到了北部海面 而环境风场吹西南风 会为中南部带来水气 降雨几率比其他地方高 可能有阵雨或是冷雨 今天补班日 外出还是要记得 留意天气的变化 从雷达回坡图 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区 受到热对流发展 旺盛的影响 有比较剧烈的降雨 气象局针对新北市道 云林以及澎湖 发布了大雨特报 入夜后各地的降雨 就会趋缓下来 明天开始恢复典型的 夏季午后雷震雨形态 继续关心详细的温度一侧 阿尔巴尼亚一处西湖的附近 正在盖新机场 危及到当地鸟类的生存 科学家警告 可能会让已经脆弱的生态系统 更加难以挽回 下段新闻带您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温柔的用途 我会把你勇敢地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消失的印记 高温冰墨 我 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体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13天 还不会游泳与迷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11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达威西的话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胎 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好 继续是早安读报单元 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 先看到联合报 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民 交通部昨天预告修法 未来只要是不停让行人 拒绝拦击鸡查和逃逸 等六项违规 除了罚款 将会强制接受道安讲席 而新市预计月底上路 再看到的是半岛新闻 地球发烫 越来越不受控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 六月初全球平均气温 创下有记录以来 同期的最高温 大幅突破了另年记录 而随着声音现象即将到来 可能会出现更热的天气 升温状况不见改善 国际社会到底 有没有想要一起努力呢 这个答案可能让人失望 土耳其媒体报导 德国波昂气候会议 是COP28的会前会 但是为期十天的谈判结束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显示各国政府 还是不愿意采取 更积极有效的措施 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摄氏1.5度之内 再来关心其他的国际消息 热带气旋 比普节在印度造成 至少两个人死亡 二十多个人受伤 巴基斯坦方面 没有人罹难 很大部分原因在于 两国大规模 预警性撤离超过18万人 大幅减少伤亡 不过强风大雨 还是让人胆战轻轻 这里民众看着外面的 狂风暴雨相当无奈 房屋汽车都泡在水岭 印度五千多根电线 赶倒下来 造成四千六百多个村庄断电 超过五百间房屋受损 大约八百棵树 被连根拔起 比普节从行程以来 超过了十天 成为有史以来阿拉伯海上 持续时间最长的热带气旋 86岁的天主教教中方济各 近年来因为健康问题 备受关注 三月因为呼吸道感染住院治疗 四月因病缺席耶稣受难日的游行 五月发烧取消活动 而最近又接受肾气的手术 住院九天后终于出院 坐在轮影上的教中 看起来有些疲惫 但还是不断挥手 微笑打招呼 现场挤得水界不通 他上车前还起身跟医师告别 目前分地缸已经取消明天的活动 好让教中有更多时间休息 教中八月将前往葡萄牙和蒙古访问 国际太空站是如何发电的呢 主要就是靠太阳能 现在电力系统升级 太空人安装长18.2公尺 宽6公尺的太阳能板 增加发电量 预期寿命15年 从太空俯瞰美丽的蓝色星球 两名来自美国的太空人 完成安装太阳能板的作业 新型太阳能板 由无人太空船Specs X运补 可以为国际太空站 增加30%的发电量 人类可以上太空 但是地球上许多事情却无法解决 例如全球暖化 加速北京冰川的融化 北极蕴藏石油 天然气和渔业的资源 加上冰川融化之后 缩短北海航线的航行时间 都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当然也威胁生态和海洋动物的生存 北极圈正已比全球其他地区 快三倍的速度暖化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最新报告指出 随着熔冰浮现的经贸商机 恐加剧国际冲突 使极圈地带成为 全球最大的军事冲突新场域 北极蕴含丰富资源 从石油到天然气 都是各国的冰家必争之地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北极圈下风存有六十亿桶原油 和两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以往因北极冰封难以开采 现在却可看到 各国能源大厂动作评评 不只美国增加阿拉斯加的 专油厂开采量 世界各国都希望从北极利益分一杯羹 北极事务通常由占有一席之地的八大国协商进行 除了美俄两大势力 还有格林兰丹麦芬兰 加拿大冰岛和挪威 暖化除了升高军事冲突 极地专家也担心 加速发展的经贸产业 可能危及北极著名及野生动物的安危 虽然目前还难以评估实际影响 但许多载保险公司 基于环保意识 以停止城堡极地的钻油厂事业 希望能借此延缓气候变迁 对极地的生态破坏 大爱新闻 武贵镇变异 斯洛伐克的天鹅也遭到了毒害 两百多只天鹅在因素花田命时 导致中毒飞不起来 有数十只天鹅死亡 天鹅吃下因素花后 在花田里面流连忘返 因素可以制作鸦片 马菲海洛因成为毒品之王 食用过量会致死 相关部门将幸存将近一百五十只天鹅 送去乐见 而人为的破坏对鸟类伤害更大 阿尔巴尼亚正在盖新机场 地点在西湖的附近 这个亚德里亚海西湖 被称为鸟类天堂 是两百多种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 其中33种是冰围的物种 盖新机场促进观光 但是飞机的起降会打乱迁徙路线 和逐潮地点 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红鹤集体展翅飞翔 顿时江湖面染红 构成天际线壮观景象 成见上万只鸟类 切一七喜在阿尔巴尼亚 乡林, Fulor勒,亚德里亚海西湖 但近几年 生态环境迎来不速之客 刚进铁王进铸保护区 全新机场将在 2025年落成 政府耗资1.12亿美元 学家却警告 号称鸟类天堂的日子 已进入倒数计时 亚德里亚海是200多种鸟类 迁徙的必经之路 其中33种已被收入进 冰围物种红色名录 环保团体痛批 飞机将扰乱迁徙路线 和竹巢地点 恐对脆弱生态系统 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 快速都市化 过度捕捞 以及气候变迁夹集下 研究发现 当地鸟类数量 已锐减四分之一 新建计划势不可挡 能否把开发冲击 降到最低 守住珍贵生态净土 全看政府 接下来的应对政策 大海新闻 洛泽靖辩议 现在我正在播新闻 必须看电脑 看稿子 才能念出我要说的内容 而在约旦 有一位主播是视障朋友 眼睛看不到 一样可以播新闻 一起看看这个 勇志者 世金城的故事 熟练播报起重大新闻 约旦这位新闻主播 其实是名示障者 由于看不见读稿机 他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终于议员主播梦 别人播报前得顺高两三次 以精熟内容 他透过特殊的点字印表机 要顺稿六遍 才能熟悉新闻细节 从学生时期 就进入广播电台工作 现在总算如愿 坐上主播台 他很感谢新闻台总监 愿意相信他的能力 也让更多人看见 生长者的就业力 不输给任何人 在主播台上顺着点字搞播报 尽管看不见新闻画面 依旧能拿出专业表现 他希望职场能多 禁用生长人士 也鼓励像他一样的 世长者大胆追梦 大爱新闻 武贵甄编译 感谢您加入 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孩子看世界 我是宁明君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동com